哎呦 没想到不用油炸的豆腐也能做的这么好吃 昨天做的豆法 今天做个既简单又健康的吃法 哎呀真好 做臭豆腐不好 你要怎么做的吃啊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先把豆腐切成大块 放到盆里 加上清水让他正好没过豆腐 哎呦 我这个豆腐是有点硬啊 你家买豆腐要像你这样的一批钱 泡好的豆腐用厨房纸巾沾掉表层的水 均匀的摆在空气炸锅的托盘上去过来 它是200度15分钟 等会儿吧 趁着这个时间可以制作蘸料了 我还特地买了小葱 家都是大葱 你看这些小葱 看这一点点 小葱拌豆腐应该是主要配 这个辣家一看你和你口味是吧 先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你看他好看吗 好看 小葱和香菜要尽量切的税一些 再加上几个大蒜 拍扁了 也要剁水 放一个带辣椒的 带辣椒的 我老公不吃辣椒 我呢 又无辣不欢 所以每次做菜 他都尽量做良正口味的 备好这些 锅里炸豆腐也到时间了 这滋滋这项的豆腐块 表皮已经酥脆了 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不用油炸 对 如果有喜欢吃吃豆腐的 这个时候淋上出豆腐汁也特别过瘾 再来上一点味达美 好有的重的吧 家里没有白芝麻 拿黑芝麻代替吧 减肥期不敢吃太多的油 所以倒的是开水 哎呀 迫不及待了呀 哎 要不要吃哈 嗯 好吃 辣吧 辣 没吃吧 你现在减肥不能吃太多热量的 你把这杯欧粉喝了 就不饿了 这回吃饱了吗 太不热了 吃饱了好减肥啊 好喝的 这吧 喝下 喝了 好喝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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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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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